美金党总统参选赖清德 最近强化跟专业社团的连结 今天上午出席了全国保全产业 挺赖后援会的成立大会争取支持 赖清德也承诺要提高保全人员的权益和社会地位 而台湾的民防力量增加 国家就会更安全 决战中台湾有感于台中 摇摆州具有左右选情的影响力 美金党总统参选赖清德 接连两周都来到台中 周六上午出席全国保全产业 后援会争取大家的支持 我会和国际立委大家合作 来提高我们保全亚人员的官业 有提高我们社会地位和社会对我们的警察 当时建立一个更严重的这个忙碌 来结极打极欧金签读和作品 当然在这种情形下边 我们真需要便宝在全台湾 30几万人的保全人员的家庭 提高承诺要提升全台30万保全人员的权益 赖清德大赞大家是治安守门员 也是社会安全网的一环 而捍卫区域和平 守卫台湾主权保全人员也扮演重要的角色 而台中的小鸡都到了 赖清德卖力辅选搭台绅士 我们对政议的支持和关心 我们一定要比政议更多 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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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以后他顺利国表总算 好吗 好 拉清德持续强化各地的路战 未来也会推出各地区立委参选人的推荐影片 拼慎选之外 也要达成国会过半的目标 记者台中综合报道